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熊老闆 那我今天手上這邊有最新的POG4LINE 那這邊還有一台POG3 我們待會就一起來看看POG4LINE的開箱吧 那這一次POG4LINE呢,它有兩個不同的顏色 特別是黑色,跟大家敲碼很久的白色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打開外箱之後呢,其實跟我們之前的POG3LINE一樣 都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閱讀器本體 那我先把閱讀器拿出來 這邊可以看到白色的POG4LINE 那還有我們的黑色的版本 兩台新機 然後分別呢,都還是有附上我們的USB傳輸線 跟原廠的保護卡 檢印說明文件在包裝盒的最內部 那黑色的傳輸線呢 其實跟以往我們的文石的機型附贈的其實是一樣的 比較特別的是白色的機型 也附上了白色重色性的USB Type-A 轉Type-C的充電傳輸線 可以做使用 那閱讀器本身的話呢 其實就跟我們之前的POG3 看起來是 設計上是很像的 只是在這一次呢 它外面的邊框 就不是像以往的全玻璃覆蓋 這次改成是有塑膠框面板去覆蓋上的 那重量上的話 跟POG3是一模一樣的 厚度上稍微厚了一點點 那我們來開機看一下 這台已經開好了 大家可以開一看 這一次的POG3LINE呢 它比較特別 那開機時的 開機的動畫呢 可以往有一些差別 白色已經開好了 我先把旁邊給拆掉 這是這一次POG4LINE 特有的開機的動畫 你看這個系列上才有 非常可愛 那這一款呢 它在旁邊 有把螢幕的邊框做出來 所以說比較怕 在使用過程中 造成損失的朋友呢 也可以考慮這款機器 因為它 從外部去受傷的話 第一個接觸到的是 塑膠外殼 就不是整塊螢幕的面板 可以在耐用性上來說 應該是會比較好一些的 那這個是POG4LINE的部分 那這一次POG4LINE呢 它在存儲容量 跟POG3L有一點點差別 那它這一次是搭載了16G的容量 那我目前看到它可以用 清機狀態下可以用 大概還有7Gb 那因為它的尺寸比較小 6吋大部分 我們都是拿來純粹做文字閱讀 所以7Gb用上其實還算 還算蠻夠用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記憶體部分 跟POG3一樣 是2Gb的記憶體 那CPU的話 是稍微有一點差別 不過呢 這一次POG4LINE 它直接就是給到了Android 11的版本 所以說你想要一台機器用9 也希望APP能夠支援它多一點的話呢 新一點技能版本 還是有一些優勢的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POG4LINE 有黑色跟白色 兩個顏色很漂亮 外觀跟設計 其實跟之前POG3是非常接近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想要透露什麼樣的機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